而昨晚的日本的最后一座正在运营的核电站停止发电了 当天的早些时候有数千名示威者高喊着口号 手举着写有反核口号的旗帜走上东京的街头 来庆祝国内50座核电站基础全部停用 核电站全面停运之后 日本将不得不依赖火力发电 今后的电队